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 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 偷渡到这里进行非法交易 获得巨额报酬 这天 在边境的一家超市 一群恐怖分子突然引爆身上的炸弹 与在场的所有人同归于尽 紧接着 有贩毒集团出来宣布对此事负责 随后 国防部长对这次恐怖袭击发表了讲话 他怒斥恐怖分子毫无人性 并表示一定会和他们抗战到底 调查工作随即展开 军方长官雷歌了解到 这群恐怖分子来自野门 他们没有护照 想要来墨西哥唯一的路径就是海上偷渡 也就是说 这群人很可能与海盗有勾结 看来 真相还得从海盗身上下手 于是雷歌立马派出了特种兵 乘着夜色来到海盗的老窝 很快 他们便抓住了海盗头子 一番威逼利诱之后 海盗头子不得不老实交代 原来他与墨西哥毒品老大雷耶斯勾结在一起 得知此事的国防部长立即对雷歌刮目相看 他先是认可了雷歌的办事能力 随后表示 愿意将这件事交给雷歌全权处理 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一定要粉碎贩毒集团向美国输送恐怖分子的计划 于是雷歌立刻找来职业杀手 小克帮忙 小克的妻儿都死在墨西哥毒品老大手里 所以他恨死了这帮毒贩 于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在墨西哥这片地界 一共有两个大的毒品集团 一个是雷耶斯 另一个就是老莫 两个老大虽然各自战山为王 井水不犯河水 但作为同藏难免会有摩擦 一来二去 两个帮派也就成了仇家 雷歌的计划就是给这两个帮派之间来个反间计 先让他们狗咬狗 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 再作收渔翁之力 说干就干 他先是让人伪装成雷耶斯的手下 干掉了对头老莫的律师 然后利用电视台大肆报道 将此事伪造成帮派之间的仇杀 让老莫怀疑雷耶斯一伙 随后又伪装成老莫的手下 绑架了雷耶斯年仅16岁的女儿 雷歌故意放走保镖 他让保镖带话给雷耶斯 这就是得罪老莫的下场 接着雷歌将女孩带到秘密地点藏起来 随后又装扮成警察 将女孩解救出来 当地联邦警察局长表示 他会派出警察护送雷歌众人 将女孩转移 眼见局长这么爽快 雷歌内心很是感动 第二天一行人全副武装出发 雷歌开着汉马行驶在队伍中间 前后都有警察开到护航 并且空中还有飞机全程保驾 本以为行动会万无一失 却没想到在车辆行驶途中 前方警察突然叛变 掉头对着后车 就是一顿糊涂 雷歌和小克迅速持枪反击 双方展开激烈交火 车上女孩一开始被吓得六神无主 冷静下来之后 她瞅准机会跳下了车 悄无声息地跑了 而激战过后 雷歌才发现小女孩没了踪影 小克见状 直接让雷歌众人先撤 他自己独自一人去找女孩 而本以为逃出生天的女孩慌不择路 在路边他挥手拦下一辆车求救 没想到车里竟然是死对头老木的手下 真是冤家路窄 眼看就要被对方拖上车 就在这时小克及时出现救了女孩 很快女孩就识破了小克非警察的身份 小克也没有隐瞒 他承认自己与女孩的父亲有仇 尽管如此 但他绝对不会伤害他 而另一边 安全逃出边境的雷歌接到了终止行动的命令 原来他们与黑警发生冲突的事情闹大了 现在国防部长已经没有心情管毒犯的死活 眼下他最关心的是 能否保住头上的乌纱帽 所以他命令雷歌杀掉女孩和小克 以确保打死黑警的事情不会外泄 这就是典型的过河拆桥 用到你了咋都好说 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 就一脚踢开 尽管国防部长的做法让雷歌很是愤怒 但也无能为力 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 自己今后还要在体制内混这口饭 他偷偷打电话告诉小克 干掉女孩后赶紧逃命 但小克没有听同雷歌的建议 他坚持要将女孩平安送出边境 因为他不想再多造无辜的杀业 之后小克和女孩改变着装 伪装成普通平民的样子 他们想混在偷渡者当中逃回美国 没想到偷渡的车子刚行驶没多久 突然停了下来 车上埋伏的毒贩持枪将二人包围 原来一个年轻的小毒贩事先认出了小克 这个小毒贩之前与小克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的他刚刚参加贩毒工作 因为过度紧张撞了小克的警车 双方还深情地对望了好几眼 所以印象十分深刻 之后小克被对方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小毒贩亲自持枪将小克的射杀 随后毒贩压着女孩上了另一辆车 不过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小克在女孩身上安装了追踪器 而此时雷哥已经带着人马追了上来 见小克被射杀倒地 雷哥内心十分悲痛 愤怒的他立马下令追踪并结杀这群毒贩 在将毒贩解决掉之后 雷哥救下了小女孩 并带着他一起离开 小毒贩因不合群提前下了车 这才躲过一截 天亮之后 温暖的阳光照在小克的脸上 他身子一动竟然再次醒来 原来子弹贯穿了他的脸 并没有伤到要害 一年之后 侥幸逃生的小毒贩 见到了被他亲手射杀的小克 顿时被吓得没了脉搏 正义也许会迟来 但绝不会缺席 很多人都会拿本片与上一部比较 其实没有太大比较的意义 因为上一部追求的是艺术 而本片则是向商业片转型 没有必要以第一部的标准去衡量 《边境杀手2》是个不错的商业片 全程演员演技在线 枪战场面激烈 所以看完《边境杀手2》 我只想问什么时候出三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